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 上海所有的方舱医院 不管造好的没造好的 所有人已经爆难 这是上海进行封控后 一位社区居委会的真心告白 现在他们电话都不接我了 这个是上海市防疫政策的错误 一栋楼十户 七户有阳性确诊者尚未送走 大楼来不及天天消毒 每天住户开门领取物资 放垃圾 坐电梯下楼核酸检测 都胆战心惊 好不容易打通了居委会电话 结果居委会被住户更委屈 上海四号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怕交叉感染 采取一户检测完毕 再换一户下楼 16号楼已结束 17号楼可以出发 中国疾控中心 还有我们医管中心 相关的这些力量 现在都在上海 36小时完成全上海 2500万人的核酸 大规模检测 也筛检出上万名的确诊者 只要该栋楼或该社区 出现了阳性或密接者 就得继续封控或管控 因此表定4月5号解封的普希 仍旧无法恢复自由生活 PCR只是开始 接着上海的医疗量能 将面临挑战 上海可否度过这一关 决定未来何时真正解封 TVBS新闻于心汉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